如果今天你在打牌位 那跟他想跟你聊天 你會選擇什麼 為了另外一個人 特意去改變自己的話 那何必呢 那就等於不適合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 這些單身人的事情 他們如何脫單 或是說他們為什麼是單身 你說我嗎 欸就是你 很好奇 我就覺得 就是你不用去顧慮說 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不開心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個人 然後每天都讓你很開心 你做什麼事情都很開心 那不是很好嗎 你覺得真的有這種人嗎 真的有啊 我跟季教大就是這樣啊 我們在一起做著很開心 真的會有 所以我們不過情人節 因為我們都覺得 每天都是情人節 那我們就來問問一下 台大單身的同學們 他們的心情是什麼 你現在目前有女友嗎 沒有 那你會想交嗎 有一些吧 想交也要看交不交得到 目前單身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剛分 分的也 說久不久 大概半年多 所以現在只是先讓自己 清靜一下 可以這麼講 單身 那不是 先問你單身多久 一個月 所以現在目前單身的原因 是因為 幹什麼 對對對 被人家拋棄了 你有沒有想救你朋友 我會先 沉澱一陣子再找吧 就是看緣分 非單身 Yeah 單身 三年吧 就覺得 冤懶 對於 教你有這件的慾望 是 目前偏低 就覺得 還有更多事情 那你呢 你想要交你朋友嗎 想 但是你有找到原因嗎 就是說 為什麼 單身會 不知道 不知道 沒試鏡 你會做什麼努力嗎 要看一下對方 對我有沒有意思 再來決定 就是可能跟你分享很多事情 或者是會記得 一些你的東西之類的 感覺你對他來說 是特別的 你才會去做 主動這個動作 對 那所以你會看 對方喜歡什麼 而去做什麼 如果我有察覺到 對方有意思 我也覺得對方不錯的話 就是會多少 會往那邊去看 就是一開始 會丟一些話題去聊 接下來的話 才會變成說 有時候會開始講 一些早安晚安這種的 你通常跟女生聊天啊 你都是丟什麼樣的話題 可能是 因人而異 就是 現實發什麼 可能就去想 一些什麼類似的 就是如果我要 想要跟他聊下去 早共鳴啊 那就是問一下 覺得怎麼樣 才可以交到你 有自信 體貼 要盡量懂女生在想什麼 口袋要深嘛 我覺得應該從聊天開始 至少要聊到 大概知道對方是什麼 這樣子 才有辦法齊取下去 我應該會先 想辦法去認識他 至少知道他的一點喜好 或者是 他可能剛好在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然後我剛好可以插手的 就切進去這樣子 當時是怎樣教到你 高中 聯合銀行 我親自去打散他 然後認識 我有同學認識 然後我就想要就 反正會聊天 會借這個機會 順便去認識 就OK啦 講屁話這樣 所以你怎麼交到 就是因為整天跟他一直幹話 講屁話 然後就交到 就三不五時 偷偷的 聊聊一下 我通常都是在 就可能對話聊天聊一聊 然後突然想到 這句好像可以塞個梗 然後我就講這樣 那你有沒有之前 為追一個女生 然後做了很努力的事情 我都會趁我媽 去值班的時候 然後騎車去她家 送東西給她 那如果今天你在打排位 那可是她想跟你聊天 你會選擇什麼 挂斷 有自信 這自信跟個性是兩回事嗎 那這樣有個性嗎 你會不會有沒有什麼 特別貼心的舉動啊 或者是因為他喜歡 運動型的男生 然後你就特別在他面前運動 還是怎麼樣改變自己 多少會有一點點吧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為了另外一個人 特意去改變自己的話 那 那何必 大概三四年吧 三四年 我幾歲就幾年 那想問一下 有沒有想要教女友 隨緣隨緣 跟她一樣 那你們目前單身的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臉 那年份還沒到我 啊單身多久 十九年 一個月左右 那想問一下 目前單身的原因是 我就找不到啊 所以你現在真的想教女友的 趴數來說 一到十分在一起 五分 人生可以輸面子要勾住 那你還有想要教嗎 目前沒有 就是下週先休息吧 那你們覺得 怎樣的人 才可以教女友 先減肥 我有個七一點吧 長個帥 至少要願意認識的人 就是踏出去舒適圈 去認識一些不認識的人 那如果今天 真的在你的眼前 出現一個 你很喜歡的女生 你們會為他 很努力做這件事情嗎 會啊 所以會看起來很努力減肥 完全沒有錯 你會為這件事情 踏出一步嗎 緣分到就會到 生不到的物長熊 不會改變 不用自己 做自己 你們可以建議說 你覺得怎樣的人可以教 像我是 參加戲隊之後認識 然後可以去 參加什麼社團 或什麼之類的 可以認識比較多一點 藉著我們來聽聽 女生的想法 我們剛剛統整的一些 男生覺得 有這些特質 可以教到女友 有體貼 口袋要深 自信 能言善道 幽默 善解人意 你覺得擁有這些特質 可以教到女友嗎 可以吧 我覺得有自信很重要 但是不要太過於自信 只要個性很合 應該就可以了吧 你認同他們剛剛說的 哪幾條 不一定全部都要 嗯 不一定全部都要 我全都要 快票要先看 不要說帥 就是符合你的外在行程 要的理想 嗯 主動一點吧 第一個應該是要會聊天 我會比較喜歡 面對面講話 在你的心中 你覺得哪些比較重要 要 緊貼外在還好 所以如果懂得 就是你喜歡的理想型 但是 他的內在OK 你是願意跟他交往 嗯 蠻認同的 我覺得他 有些玩都不要 那外在呢 乾淨 陽光 那如果他的外在長得 不太符合你心中想要的樣子的人 可是他主動跟你聊天 你是願意跟他聊天的 嗯嗯嗯 因為你不太看外表 你有什麼建議給那些 想要交 女友的男生們 看他喜歡的 要主動摘槍 機會要自己創造 對 有沒有 光光講緣分那些男生們 看緣分 隨眼隨眼 跟他一樣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的外表 要趕緊 女生才會願意之後 再進下一步 去看你的內在這樣子 對 如果他 真的跟那女生搭上線的話 他可以 多做一些 貼心的小動作 這基本就是 女生 因為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 注意他 的身體狀況 或者是 給他一些關心 要我耐心一點 就不要亂槍打腦說 就可能 之後這個聊一個月 沒有結果 想說好 那我換下一個 但其實女生可能 只在觀察你說 你是不是一個值得 跟他宣教的人 然後可能女生還在觀察的時候 他就已經 就冷掉了 就換下一個 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人是怎麼樣 你想問的教一教也OK 但是你 至少要有一點耐心 就不能什麼 一個月然後就不見了 你不是被拒絕 你只是還正在被觀察 放棄太快 你很快就會被淘汰 那你身邊有沒有 什麼樣的人 然後都一直沒有 交到女朋友 太有 他就是 沒有 鎖定 可能就是 到處傻網 傻網 中央空調 就是 那你身邊有沒有 什麼樣的特質 然後才覺得 喔難怪你沒有女朋友 可能就比較不敢 丟求的那種男生 就可能他其實不錯 但是都沒有體會認識 可能可以參加 他自己有興趣的社團吧 這樣可能比較有魅力 就是他專注在 他喜歡的事情上 如果不太會聊天 至少還可以聊他們 都喜歡的東西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個直男 可能就跟他講啦 就是我希望他們怎樣 所以如果男生願意為你做感應 是OK的嗎 會很感動 我再統整一下 我覺得 今天女生們回來了都蠻不錯的 有兩個點 一個是外表 一個是耐心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會可能在 第一時間 可能例如說沒有得到女生的回應 或回覆的時候 就會覺得 放棄 那剛剛也有很多男生就說什麼 他們都縫隙啊 坐凳啊 歲月啊 跟你們講 緣分是自己製造的 喔對 有個女生有講這個